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7日 今天來到星期三 昨天剛剛跟大家做完直播 今天通常比較辛苦 立即要跟大家繼續做恆常節目 這一節一起跟大家研究有趣話題 這個叫做 研究邪骨公署 據說 邪骨能性症 當然這是開玩笑 蔡展鵬的案件 就要再次上庭了 據說 蔡展鵬受到事件醜聞困擾 他的體型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從很久之前看到他的照片 再到他今天上庭的樣子 身體出現了明顯的不同 關於這部分 Tony就會跟大家詳細研究 我們這個 這節 就會跟大家 慢慢去分析 到底 蔡展鵬 會不會是 港共裏面 邪惡的政治鬥爭 裏面的一個犧牲者 同一時間 跟他做對比 當然 蔡展鵬的職位跟李桂華是不相同的 但是 一個很大的對比就是 李桂華 一直 扶搖直上 所以我們將會討論這兩個人物 到底 做警察 是不是那麼容易做呢 是不是那麼容易敵得過陰險的政治鬥爭呢 我們這一節 用幾個角度一起去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現在主力節目 星期二得道 會坐鎮 就是升旗易得道的主頻道 兩個後備頻道 將會是新聞快信 希望大家 兩邊一起支持 最近的確 變化出現了 過往標數量少了 當然啦 新聞快信少了 整體view數一定是下跌的 但是 我們的節目那個 view數就是稍微有少少提升 我們當然沒有 逐條逐條詳細去計 不過似乎是這樣 希望大家 努力支持我們 繼續 多點運用免費模式 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還有風景影片 風景影片 通常很少黃標的 所以風景影片 一方面給大家 瞬間看地球 還雨風情 另一方面 幫到本台 所以請大家努力欣賞風景 好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8月20日 記得就是這個電影 因為愛所以革命 星期六 還有三天 在東倫敦 Genesis Cinema 上映 下午3點半 希望大家還沒買票 趁現在還有機會就買了 好 還有 下個再下個星期 兩個星期之後 就是8月31日 831 太子地鐵站 恐怖襲擊 三週年 也同一時間 是這個人大 對香港民主落閘 的同一日 也是8月31日 所以 相關的決定叫做831決定 所以大家記得了 831有雙重意義 第一方面 要追究港共政府 恐襲市民 的責任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 也是其中一天 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831決定清楚告訴大家 你想要有真普選 你想要有民主 一天中共在 你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大家應該很清楚 要 是要對付中共 好 回來說這個蔡sir的案件 說說蔡sir的案件 這個蔡sir就說自己去過4、5次 相關的無牌按摩院 接受 SPA 但是 他堅稱自己 沒有接受 性服務 他 在國安處 剛剛成立的時候 是第一任 國安處的處長來的 換句話說 他的位置 相當舉足輕重 按照今天 港共政府對於國安處 地位的肯定 國安處 的處長 的職位 甚至乎 比這個警務處處長更加重視 換句話說 實際上 他坐的這個位置 可以說得上 是警務處處長 可以說得上 是一哥才對 這個一哥 林上偉 居然 突然之間 爆出 就是說他 就去這個 無牌按摩院那裏 接受性服務 當然啦 他本人 就是說自己完全沒有接受性服務 大家細心想想想案件 如果不是有 知情的人士 去報料 去踢爆他 要做他世界的話 你猜這個案件會不會 無端端 有記者走去找到這些線索出來呢 很多時候 就叫做沒有鬼不死人 如果不是有人去舉報 有人說要去報料 報料不代表那件事一定是真的 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啦 他有去到那家SPA 一定是事實 有人報料 所以記者就會跟到他 所以就會爆了一件這樣的事 而這件事 很明顯是會影響他的仕途 是會影響 國安處的聲譽 所以 只要一爆出來 一旦有傳媒報導 蔡展鵬 一定是坐不穩 一定會死定了 換句話說 整件事就是針對著他要作為 國安處的署長要上任 於是 就是被這個 黑暗的政治鬥爭 骯髒骯髒的政治鬥爭 就是用骯髒的 掃了下來 當然我們不知道 蔡展鵬 辦事能力如何 我們只知道 蔡展鵬 自己也是在 美國被制裁的名單裏面 在2021年 當時美國財政部 宣布要制裁六個 損害香港自治的 香港官員 當中包括譚耀宗 也有蔡展鵬 蔡展鵬就作為國安處的處長 於是 就受到制裁 一大堆人 受到制裁 就是出來大意想言 說自己為了國家 可以犧牲 唯獨 這個蔡展鵬 被揭發 去無牌按摩院 光顧所謂邪骨 事件絕非偶然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 有心針對著蔡展鵬要出任 國安處處長的職位 做的一次政治鬥爭 我相信蔡展鵬本人 也很清楚知道 上位不容易 不過 真的被人用 醜聞攻擊 令到他坐不穩的位置 他可能 自己也是第一次 那麼這些位置 不是那麼容易做的 這些一定 是有大把的人要爭 不過 紀律部隊很少會 就是這樣而落馬 所謂中箭落馬 這個事件如果不是他 親密的人 去判斷他 應該就不會被揭發 所以 肯定是他身邊的人揭發他 所以 他 真的 感受到那種被出賣 以及被背叛 那種感覺 不好意思 我不是同情蔡展鵬 只是告訴大家 我只是想告訴蔡sir 政治鬥爭 就是那麼黑暗的 你感覺到沒有 被出賣的感受 香港人 一直就是被你們出賣 為什麼每個人那麼不服氣 要上街 要抗爭 就是覺得 整個香港的人 被你們這班為了自己上位的人 出賣了 所以 你今天覺得 很痛苦被背叛 這個是 報應 這個是不是終極報應 我們不知道 報應還有主力 與此同時 另一個人 又是國安處人物 雖然就不是處長 但是 相關的人物 越升越有 這個就叫做國安處 高級警司 叫做李桂華 出來 追擊本台 這個稍後再跟他計算 今節主要討論他就是上位路線 一大群人渣黑警 為了上位就是在香港大做文章 每一個案件 拉完人 出來 生安白做 看看李桂華做過甚麼案件 李桂華是有份 將這個 蘋果日報 即是壹傳媒集團 整個 封鎖 派大量的警員 去蘋果大樓守正 換句話說 李桂華 出來對付傳媒 已經不是第一天的事 在香港 國安處這些人可以說得上已經是 為所欲為的了 然後就是拘捕了壹傳媒集團 大家都熟悉的了 黎智英 也給他 透過國安處的行動 拘捕 也把 整個蘋果日報 一個正常的媒體 將他 在香港 徹底瓦解了 一個這樣上位的人 滿口謊言 滿口謊言 幫中共做事 還要做最前線的打手的人 他說的話有甚麼公信力呢 李桂華做的 本身就叫做O記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那麼 後來就是因為 女女參與政治的案件 到最後就是越升越有 升做高級警司 還做了國安處的代言人 大家 都是被美國制裁 跟蔡展鵬說 大家的祭遇 南源北撤 我相信 絕大多數的黑警 絕對就有去打 邪骨的了 所以 另一個 蔡先生 悲哀的地方 就是 他中箭下馬 但是 以他所知 實際上絕大多數的警察 有誰不會去做這些事 所以 蔡展鵬可以說是 雅仔食黃年 有虎說不出 又或者有虎自己知道 他可以去打其他人的 但是他也中箭下馬了 再去打其他人 還有沒有用呢 其實坦白說 蔡先生有用的 政治鬥爭那麼黑暗 你不應該放過你的同僚 你的同僚 現在擺明 就是踩著你來上位 所以你應該 就是找個機會 掌握他們的黑材料 監視他們 監視他們上位的時候 就是發放給傳媒 所以真的要 了解這個傳媒生態 所以 大家都被人制裁 但是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 成功上位 換句話說 建制派 藍絲裏面 有大量好像李桂華那樣的人 吃著人血饅頭 這次他吃著 這個 就是蔡展鵬 吃其他藍絲的人血饅頭 自己就是上位 人家中箭落馬 還要上庭 上庭 給口供 所以今節 總結就叫做蔡展鵬 慘成警察 Condom 另一句叫做李桂華 韌韌腳升做高級警司 代表國安處 楊威國際 這條標題夠不夠正呢 這些就是那些藍媒 瘋狂進擊你們的時候 完全不用看內容 總之就先寫了 我們反而是充滿證據 充滿了 就是應有的內容 以及論述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